詞曲 李昱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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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著我們就 進一步的對我們細步的東西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Charge Q所对应产生的电场是多少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也许有同学会觉得 老师你这时候还讲这个东西干什么 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他你听不清楚 后面就慢慢知道了 我们说Charge Q 在这个地方 那他周遭所产生的这个场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去得到电场谁的空间的变化 那任何一点的电场 那有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你们在之前用高时定理去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先判断这个电场的方向 因为QCharge Q 他很单纯的在原点上面 所以如果他的场 应该是四面八方会对称 而且他会是一个球对称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电场的方向 把它假设成 它是镜像朝外的 那当然你在做这个假设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是你经验的累积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了当时我们在定义电场的时候 是如何定义的 电场的定义 就是我们的Test Charge很小很小 去看他的什么 他的作用力 然后除上Test Charge 而作用力本身 你已经知道他是什么 库轮作用力 通通是镜像朝外 所以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镜像朝外的场 好 既然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假设 OK 那我们接着 你就可以去应用你的高时定理 那高时定理的部分 E.ds 你已经知道 他是等一零零分之Q 那换句话说 我把这个Q 写成大Q好了 免得一下子你认为是他 好 那我们这个Q呢 Q是什么 Q是 我所 做一个高湿面 包围这个高湿面内部的 Charge 所以 我们看到了这里面的Q 是你在 高湿面里面 所有的Charge 你把它加起来 那 我们里面只有一个Charge 所以你自然而然是Q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假设你现在有两个Charge 那你就必须要把Charge加进去 那 第二个部分是 我们所做的这个高湿面 那记住的是 这个高湿面 既然我已经 我的电场 是我假设镜像 最好 E.DS 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我的高湿面呢 也是一个 球 的Surface OK 那他的球星呢 是在眼底的位置 换句话讲 你在做高湿地理的时候 E.DS的部分 就分 很简单了 因为你的镜像的场 E是 R的部分 DOT DS DS 也是R 所有的 Surface 比S 都是镜像朝外的 所以你看到 R DOT R的部分 是等于1 那你这边就变成是什么 存量的积分了 那 在我们 在这个地方 有另外一个 如果 我在这个Surface上面 是一个球上面 所以每一个Surface上面 个点 距离这个Q 通通是什么 这个R都是什么 一样的 换句话说 电场E的大小 它是等于Constant 所以你可以把它写成 E.0 D.S 那E.0是一个常数 把它提到积分号外面来 然后D.S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E.0 D.S 的积分 因为你是一个球面 所以你是4π R平方 OK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 就很容易的得到了 E.0 E.0 4π R平方 就等于 1.0 分之Q 所以你的E.0 就是4π 1.0 分之1 R平方 分之Q 那把方向放进来 那实际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场 要球的指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简单 的高师定理的作法 那 在这个作法里面 已经包含了很多的观念 那这个观念呢 如果你以前没建立起来的话 你必须要把它建立起来 第一件事情 高师定理 你绝对不是 从这一步 就到这一步 或者是 你直接从这一步 就到这一步 OK 这是 我必须要跟同学强调的 因为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我虽然没写在 黑板上面 我已经用嘴巴讲出来了 为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 你必须要先把 电场的方向 先假设出来 第二个事情是 你必须要把 你的高心surface 你的高丝面在哪个地方 把它写出来 而这个高丝面就影响了 你的电场的大小 如果我今天搞 假设的高丝面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方形 这上面的电场 这上面的电场绝对不会是 淤灵 你也不能把它提到外面来 OK 所以 这每一步里面 其实都是跟前面你假设的东西 扣在一起的 你才能够把它提出到外面来 然后你把这个surface把它积出来 在这里我还是必须要强调 好 有很多同学认为说 老师你为什么还要讲这个 我如果把我的sauce一改 不是点电荷的时候 我常常把它改成 你必须要把高丝面取成正方形 或者你必须要把高丝面取成 圆柱形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了 那其实做法是一样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 一步一步的步骤 你一定要非常扎实 你才可以把它做出来 好 这是第一个 你的电荷Q是在原点的地方 当我把电荷Q 把他叫起来 要睡觉不要来课堂上睡觉 好不好 你这个 你在那边睡觉的话 就影响到老师感的情绪 影响到老师的情绪 他们就不好受了 所以你很重要 当你的Q 把它移到某一个位置上 那这个位置呢 我们平常 常常用的方式 就是R Plan来表示 R Plan所代表的都是Source的位置 OK 那我们希望呢 还是去计算 任何一个位置上面 R 它的电荷到底在哪里 的值是多少 那实际上 当你的Q是在R Plan的时候 其实你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我们说 这时候 你的电荷 一的方向 它是跟 你的Q点到P点 的方向 的方向 有点点取到这个地方来 那 整个问题就解决了 当你这样子做的情况 实际上 我们说 我这一个就是你的 R 且 R Plan 换句话说 当我做了这个平移的时候 我的电荷 一样 这边的R 是应该被 R 减 R Plan 所取代 OK 而你的 近向的这个R的方向 NQP 实际上 就是 R 减 R Plan 的单位向量 所以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写成是 R 减 R Plan 的三次方分 是Q R 减 R Plan OK 这是我们的电荷 一 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算 这时候的点电荷 已经不是在 原点的情况 那你就直接可以把 你的电荷 把它写出来 它已经移到了 R 减 R Plan 的位置 的 近向方向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这个没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接着我们就会看 万一 我不止一个点电荷 我有N个点电荷 那N个点电荷呢 每一个点电荷你都可以这样子移压 那我现在我说 我现在有N个 Charge 对DI个Charge来讲 它是R 它是R 减 R Plan I 的三次方 QI R 减 R Plan I 所以 你现在有N个Charge 你要把所有的电荷 R 要加起来 而且是向量相加 所以你这时候 你就要变成是什么 4Pi 一凶零分之一 Summation I 等于1到N R 减 R Plan I 的三次方 QI R 减 R I Plan 记住了 每一个I 的方向是不一样 这时候你是要 量相加 这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 以此类推 我说 我现在如果不是N个Charge的情况之下 我是一个Charge的Distribution 是 谢谢 那我说 如果是一个 这个charge的分布的时候 那基本上 这个charge的分布 ok 那我们要算P点 这一点 它的电场 那直接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这个charge 全部呢 把它分成小小的element 那这个呢 多少 dq在这个里面呢 我说dq啊 就应该是跟的 它的charge density 乘上你的balance dV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要用plung来表示 而不用dV 因为这个V 不一定是在原点 就像跟这边的一样 ok 所以 你就会看到 这边有一个plung了 这是很重要的 到最后 你不要问 我说plung从哪里来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dq 所对应产生的 第一是等于多少呢 它就是4π190分之1 然后 这个呢 这一点到 p所产生的 大r r平方 也就是你的 r-rplung的意思 dq 然后它的方向呢 就是 ur的方向 所以 你马上 你看到 这是4π190分之1 r平方 rho dvplung 或者 你就是直接写成 4π190分之1 这个r 实际上 就是r-rplung 因为你的 坐标系统 xy z 这个位置 就是r-rplung的位置 我这个没有画得很好 我如果把它 免得你看到它 在一直线上面 把它提上去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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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R 这个就是R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把它写成什么 R减R' 的绝对值平方 R减R' R减R 这三次法 这是D1 那你把两边取积分 就是你要的 记得一件事情 这边你的积分是对Planck积分 所以是对这个Planck 积分的 假设你现在不是一个Bowling Charge 是一个Surface Charge 如果是一个Surface Charge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这边的DQ 就把它改变 OK 我们说Surface Charge 然后D A Plung OK 那换句话讲 你这边整个积分 第1呢 就变成4π1 0分之1 R减R' 的三次方 Rho S的A Planck R减R' 那同样的理由 你的分布不是Surface 而是一个Line Charge 线的电荷分布 那一样的Charge的Distribution DQ 这边是线的分布 然後你是一度空間 DL 的部分 你把它放進來 當然你的電荷分布的部分 對應產生的電廠就變成 R-R'的三次方 R-R' 這個是線積分 這個是面積分 這個是體積分 這是三個不一樣的地方 換句話說 你在這個Surface上面的時候 一個Surface 每一個Surface 對應的 就是你的Rho S D A OK 那同樣的 這邊呢 如果是一個線的分布 你的Charge是一個線的分布 那現在呢 每一個小小的element 你要去計算你的P點的 那這個DQ呢 就是周L P點的位置 那有沒有問題 那 這個觀念 如果你已經有了以後 我們 後面的部分 我們就會針對這樣的概念 我們就接著來探討一下 舉個例子來探討一下 第一個例子是很簡單的 就是Charge 是一個Light Charge的部分 那我們說 這是一個Uniform的 在Freespace 真空裡面 我們把它放在 Z軸上面 那這是一個 無窮也 OK OK 那我們現在 我們想要知道說 你的外面一點 P點的 它的場是多少 當然 基本上面的話 我現在把這個Light Charge的部分 一個一個的element 把它 把它寫出來 那你就可以看到 DQ DQ DQ等於多少 DQ 我已經知道Light Charge的Density 是RowL 那這個呢 DL的部分 就是DG OK 所以我們很明白的 我們看到了 DQ DQ 是DQ 是DNZO DZ 然後 從這個位置 到我們的P點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R-R-Plant 大R的部分 這個大R 這個大R OK 大R 大R 可以直接把它寫成 Y平方 Y平方 加Z平方 開2分之1次方 所以 所以 我現在的D1 就變成4Pi1-0分之1 Y平方加Z平方 等 哦 這個平方 然後 然後 DQ 是ZO L DZ 然後 方向是哪個方向 方向 我們已經剛剛講了 UR的方向 那在這邊 UR的方向是有兩個部分的 一個是 因為你的底細改變的時候 你的UR跟著在改變 所以我們 記住你要積分的時候 針對UR一起積 所以我把UR的方向 要把它放進來 第一個是R分之 這個Y 你把它投影到Y的方向上面 這是 J 然後 再加上 這裡是 J R分之 Z 的 K 那要把它放進來 第一 現在變成4Pi1-0分之1 Y平方 Y平方 Z平方 分之 R L DZ R把它移出來 這邊就變成 2分之3 四方 Y的J 減 Z的K 這是你要積分的東西 那在這裡 積分 就會變成單純很多了 因為 J 跟K 這兩個方向 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積分 拆成兩部分 一個是針對J的部分 那我說它是等於EJ 一個呢是針對K的部分 它是等於EK 所以EJ跟EK Y Component的話 就變4Pi1-0分之1 Y平方 加Z平方的2分之3次方的 RhoL 然後YDZ Z從負窮大 直到重窮大 EK的部分呢 負的 是Pi1-0分之1 負窮大 直到正無窮大 Y平方 加Z平方的2分之3次方 然後 RhoL Z 的底Z 這是兩個積分 那你就針對這兩個積分 去積就可以了 第一個 這是等於定值 你都可以提到外面 在這裡Y是定值 只對Z積分 你也可以提到外面 那你就可以把 這個 EY跟EG 我就直接寫Z好了 你就可以得到了 好 這個積分應該沒有問題吧 蛤 沒有問題 好 這一下的積分 會是等於0 因為它是 R的方形 一G以後就 EVEN方形 正負 放進去就等於0 可以只剩下這一項 那這一項 G出來的部分的話 4Pi 4Pi 1 0 分之周 L 這個 G出來 Y 是等於Y平方 Y平方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的話 那實際上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等於1 這個值 如果你把這個角當成是CTA角 OK 那它就是3CTA 那負窮大到G到正無窮大的話 就是等於 從這個 負的2分子Pi G到正的2分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G出來就變成 4 2 這個結果是2 所以2Pi 1 0 然後 YY消掉一個 就Y分之一 然後方向呢 只剩下 K Component J Component的狀向 這是我們所得到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 很明顯的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個 Infinity Uniform Charge Density 它的電場 是 鏡像槽外的 所有的電場 都是鏡像槽外的 所有的電場都是鏡像槽外 電場1 而且是跟它的距離 成黃筆而已 這是 Light Charge Density 裡面所得到的 一個最重要的結果 那跟 Charge Density Point Charge Density 電場 是 R平方分子1 那現在這個Light Charge Density 它是R分之1 那這是Point Charge Density 它是不一樣 好 那我們看到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那禮拜三考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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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很好